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 有沒有 可以按下去 其實就兩個按鈕嘛 反正以後的話你就按按按按 他就會自己幫你完成了 就這樣子 但你可以把它做得更複雜 比如說跨工作表 像比如說你有很多的資料 按下去 啪啪啪自動全部工作表 全部都幫你幫幫你把 你要查的東西全部幫你一個 就是一直產生的話 就按按鈕也可以啦 或甚至的話你可以把 工作表變工作部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工作部就Excel檔 你按下去全部變 工作 可以分出去也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也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抓下來 然後再分一分 全部回來又把它 再倒回去啦 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這部分的話都沒有問題 或資料庫來的資料 也都可以相通的 不過我們 還是慢慢 一步一步來啦 因為你要有個頭 那首先的話 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 Vito Basic 那往後喔 特別注意喔 你們 一定 會需要 打開來之後 如果你只有開一個 Excel的那個檔案的話 它會在這邊出現那個檔案的名稱 前面加上 VBA Project 也就是說把這個 檔案當成是一個專案來處理啦 它就是一個專案 但如果你開兩個 開三個 它會一直往下 就好幾個就對了 現在因為只有開一個 第一個是了解它的結構 特別至於這個操作環境喔 我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扶在上面 為什麼要扶在上面呢 因為喔 我是看著我的需求 去寫出我的程式的 所以 我不需要說好像要 就是說 蒙著眼睛這樣寫啦 而是說我今天 輸出在哪一列 比如說 第四列的一欄 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後面的東西 那我可以把它寫完 它就自動幫我執行 到這邊來了 好 那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個 我先了解它那個環境 第一個環境請你 先把它縮放小一點 第二個的話 可能會遇到幾個狀況 但我這個已經寫好 所以會有個模組 理論上這個模組 應該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把它移除掉了 要不要匯出否 你們的環境應該類似 像這樣子 那特別注意 之前有同學 不小心 他看到 叉叉就很手癢 就把它關了 就這樣子 特別注意 如果你把它關掉之後 他之前的同學就是把它關了 想說會不會 開起來又恢復呢 也是沒有恢復 所以他就 很悲劇 就是心情不太好 其實很簡單 要怎麼做呢 記得 檢視裡面 那個頭就是專案總管 所以你只要把專案總管叫出來 他就恢復了 第二個如果 所以第一個環境 你只要記得 專案總管 不見得把它叫出來就好了 然後 VBA就把它放在中間 以後你要寫 你就是 這樣移來移去 上面有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就是這樣 看看 你就可以寫出 你要的東西 你才需要 你才需要第二個 第三個 那個門號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 產生一個按鈕 叫做門號 那我要怎麼去寫這個按鈕 一般是寫完程式再去加那個按鈕 插入一個程序 那 記得 這個形態就用sab sab 指的是 反正我跑完 一鍵完成 我就不要回頭 沒有return值 就是sab 如果有return值 就方選 所以我們預設用sab 然後上面就給他打一個名稱叫 門號 好